你虽然没有赚很多钱 可也算是白手起家 自己养活自己 这也算成功了 说真的 别人怎么想不重要 就算有的人表面上 对你毕恭毕敬的 可你还是不知道 他心里怎么看你的 你这理论都哪里听来的 我知道你很想证明自己 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机会 当作证明自己的凭证呢 何况一举两得 你怎么就有把握 招标一定会成功啊 凡事都有风险 不是怎么知道 你试了不成功也无所谓啊 反正在他们眼里 你什么都不是 可一旦成功了 奖赏会翻倍 多好的机会 知己知彼 其实我们要打动的人 只有一个 林峰时 整个林氏集团 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林峰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一个商人 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人 利益至上 目光甚远 还有呢 他面对问题 总能一眼看到要害 并且很少感情容识 那他对你呢 对我 嗯 在我记忆里 他从来没都有效果 总是非常冷漠 非常严苛 我每次面对他 总是感受到了 无限的压力 我也不断地反省 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 不够优秀 没有达到他的标准 跟期望 其实 我们在你面前 也会有这种压力 是吗 那看来 我多少从他身上 弃成了点东西吧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吧 当来是为人员你来了 你们那么辛苦 给你们买宵夜了 这么多好吃的 是啊 我买了海鲜粥 牛肉粥 还有鸡蛋 牛肉丸 鱼饼饼 各种各样都有啊 行行 放着吧 行 我看看 那真没少买来 去找减癌去 快 这是什么情况 都是你爱吃的 他怎么会来啊 你让他来的 不是我让他来的 那他怎么知道在这儿呢 他问我咱们在哪儿办公 我总不能不告诉他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念想 这是为他好 想那么多干嘛 那么多好吃的吃就是了 姐 阿娇 快来吃 你看看 都是你爱吃的 方总 要不吃点宵夜啊 谢谢 我没有宵夜的习惯 你们吃 咱们吃 你看看 你去给方总倒杯茶吧 吃吧 你以后别再这样了 那样 汉 别再对我这么好 我去买了点宵夜 这就要好了 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吧 方总 给你先冲了杯咖啡 放下吧 可以吧 可以吧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指的可能是什么呀 我都忘了 我之前追过你 你指的是这个可能吧 黎一鸣 我自己都忘了这啥了 你还念念不忘的 你这工厂现在怎么样了 生意火得很 我现在正在努力扩大客户员 怎么样 要不要合作一把呀 上次萌突那个事情 对你工厂没有影响吗 你是指 我把我自己老板打的那事啊 对啊 你是不知道 那成我招牌了 这圈里都知道 我李一鸣为了质量 可以六亲不认 把自己老板都给打了 有好多客户啊 就是为了这一点啊 来跟我合作的 你在干吗 他们俩说话太有意思了 他们俩 李一鸣现在正在追求解爱呢 虽然还没成功 看样子怪了 阿娇 那我先过去吧 没吃等着我呢 你们吃吧 你吃了个硬 trying 我先吃了 我吃了 叫你吃 我吃了 而且跌得很重 所以我们更加知道 如何跨过去 你跟我一起去临时机谈 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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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你也住酒店吗 嗯 请进去 您不能进去到两个时钟 好 谢谢 我们坐坐吧 嗯 这什么 这 你既然都回来了 回去看看吧 谢谢 别住酒店了 回去看看吧 等拿下临时集团的标再说吧 谢谢